臥賣 各位來賓 各位朋友 大家好 首先歡迎大家,光臨 經常都有人問 同一個問題 為什麼我們要學佛呢? 我說學佛,學佛可以改變我們的命運, 學佛可以令到我們消除業障, 然後身體健康,工作順利,生活愉快, 所以學佛是很多好處, 而且最大的好處是人,學佛可以改變我們的命運, 改變我們將來,來生,下一世的命運, 有些人有下一世的嗎? 真是假的? 真的,珍珠也沒有那麼珍珍, 人不單止有下一世,還有前世, 哇,前世,似華怎解呀? 今天開始之前, 又推介一下這本書, 我們每次都提提它, 這本書叫做《平陽再生人》, 再生人的意思就是說, 他現在就回來做人, 即是說他既得有前世, 這本書是一個律師寫的, 這個律師呢, 即是律師我們知道, 他就比較嚴謹些, 他說治學比較嚴謹, 就不會那麼隨便寫一些東西的, 即是不是真實的東西, 他不會寫的, 這個律師最廣告證據的, 於是他花了很多時間, 去了一個叫做平陽的地方, 搜羅了一百個個案, 那這一百個個案呢, 真人真事, 有地址, 有姓名, 有關係, 在他們村子呢, 一定是找到這些人的, 而且, 現在還最小的, 不是說以前古代呀, 什麼時候不關我們事呀, 什麼時候呀, 這樣, 是現代的, 是現代人來的, 那所以呢, 這個真實性呢, 和可讀性呢, 就很強啦, 那很有意思的, 就, 有姓緣呢, 都推介給大家, 那我, 我相信, 或者以後, 佛節就會有這本書賣啦, 那, 以後會有這本書賣, 希望大家, 就去看一下, 那現在暫時這本呢, 就只有一本, 只有一本在那裡, 那用來做教材, 做來宣傳版, 宣傳版來的, 那這個, 有, 證實了, 人, 是, 有, 前世, 而且, 裡面的個案呢, 個個都真實, 其中有一個版本, 是很有趣的, 就是本來已經是, 投胎做了另一個人的了嘛, 但是他前世的家人呢, 當正他是自己人, 到最後分家產的時候呢, 都分了他一份呀, 那你想一下, 你會不會這麼傻, 和分家產給旁邊那個呀, 當然不會啦, 就是他當正, 他是自己人的真實, 就是真是自己人來的, 這樣, 所以呢, 推介給大家, 大家千萬不要, 因為, 比現在很多的, 學說也好呀, 其他的東西呢, 搞亂了, 就是因為我們人呢, 是比較難的, 我經常都說, 我們人類呢, 就處於一個很尷尬的, 那個層面來的, 因為我們, 在生命來講, 佛法講, 我們有十法界, 這個法界裡面, 有十法界, 十法界裡面, 我們人很無奈, 我們只是看到兩界的, 就是看到人, 人這個世界, 還有動物, 只是兩界, 看到兩界, 就很渺小, 上面, 高層次的那些, 我們看不到, 沒有辦法, 沒有本事看到, 不單止高層次看不到, 原來低層次都看不到, 所以, 問題就來了, 我們又會覺得, 很難理解, 很難理解佛法, 佛法講的太高了, 但我們首先要相信佛, 我們要相信佛講的是真的, 佛跟我們講甚麼呢, 我們在佛經裡面, 經常都見到的, 基本上很多佛經都有講, 講甚麼呢, 講我們這個世界, 這個地球是甚麼地方, 有沒有人知道? 五族世界, 我們這個地球是甚麼地方來的? 梳房世界, 五族惡世, 他答得好, 給點掌聲給他, 鼓勵一下他先, 讚嘆一下他, 因為有看經教了, 很多經都講同一個問題的, 就是說我們這個地球呢, 我們這個梳房世界, 其實就是五族惡世, 這個地球是五族惡世, 就不是現在才講的, 兩千多年前就是這樣講的, 就是說, 證明我們這個地球, 不是我們有些人看得, 他真是講得這麼好, 只不過你沒有比較, 你不知道, 甚至有些人還懷疑, 究竟這個世界, 這個宇宙有沒有其他外星人的? 如果你問我, 當然有啦, 是吧? 人類是很渺小的, 人類不是說這麼特別, 這麼高級, 在一個宇宙間, 只有我們人這麼厲害的, 我們人一點都不厲害的, 其實, 我們人是生活在這個五族惡世裏面, 一個低層次的生命意義, 所以, 在佛學裏講, 講真, 一切, 其實都要講隨緣就是這樣, 等於一個女店, 我們在這裡少住幾天, 我們生命的永遠長久的地方, 原來是以後更長的, 人生, 給你一百歲, 一百歲都不止, 兩百歲好未呀, 是吧? 給你兩百歲, 兩百歲的生命, 那是怎樣呢? 譚子一輝間, 在這個宇宙裏面, 在生命的層次裏面, 其實兩百年, 都是很短暫的, 各位, 所以只要學佛, 你才能夠打闊一點的深量, 你就不會狹窄, 如果你不學佛, 你的人的心胸很狹窄的, 我們經常想去想去, 怎樣在這裡, 怎樣耕好這幾塊田, 在自己這個範圍裏面, 怎樣有些出色, 搞來搞去搞不好, 其實為什麼呢? 大家有沒有想過, 根本的原因, 因為你不信佛, 佛都跟我們講了, 這裏是五族惡勢, 好不到去哪裏的, 你們經常以為是很好, 是可以很好, 這個想法本身, 就是沒有真正理解佛義, 沒有理解佛經, 佛是各者的清楚了, 你怎樣搞都搞不定的, 其實是, 是沒有可能好好的地方, 因為人類社會就是這樣, 為什麼呢? 生命層次決定了, 因為我們是低層次的生命, 我們福布不夠, 才來做人的, 所以來到地球做人, 你怎麼會說很好呢? 你的心想著很好那些, 已經是妄想, 你自己在騙自己, 你自己都不知道, 那在這個地球裏面搞那麼多事, 充其理解什麼呢? 講句難聽些, 其實就等於在大廁所裏, 搞裝修, 知道嗎? 我們人類就在大廁所裏搞裝修, 想整些裝修漂亮些, 挂一幅名畫在那裏, 但你搞來搞去那個是廁所來的, 那個廁所你搞得多漂亮, 它簡直是離不開它臭的本質, 知道嗎? 這頭噴了些香水, 香水走完之後, 有一個人過來方便一下, 尤其是變回那個原樣, 臭是它的本質, 所以這個問題呢, 只有佛法才講得最清楚, 一針見血, 那人的態度是怎樣呢? 是不是很悲觀呢? 非也, 當然不是啦, 學佛是最積極的, 學佛明白了, 世間原來是這回事, 於是乎呢, 就去遠道人, 沒有跟別人爭那麼多, 放得低一點, 那你自然呢, 就沒有那麼執著, 你自然的人呢, 就輕鬆愉快, 沒有那麼多爭鬥, 沒有那麼多爭鬥, 沒有那麼多爭吵, 因為我們想著, 這裏只有少住幾天而已, 但是呢, 到我們揚受盡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去另一個地方了, 生命真是這樣, 不過是換個身體而已, 換個身體繼續生存下去, 所有生命都是這樣, 看你換什麼身體, 聰明的, 有些智慧的, 當然啦, 聰明啦, 念佛啦, 因為通過念佛, 它可以將生命的層次, 通過阿彌陀佛的大願力, 提高到最高的地方, 所以為什麼我們經常都, 勸人念佛呢, 因為這件事對生命最重要, 最有價值, 而且最殊勝, 又最容易的好東西, 當然, 在人世間, 我們經常這麼說, 有些人不太明白的時候, 我們都, 會, 再拿, 淨土宗, 宗祖, 煽道大師, 一段解語, 一首詩, 大家可能會更加明白多些, 這位祖師呢, 是我們淨土宗的宗祖, 很厲害的, 他有兩種三昧的, 觀佛三昧, 念佛三昧, 念佛的時候會放肛的, 出道肛的肛門, 每年一聲佛出道肛, 極樂世界, 對於他來講, 真是回家這樣, 因為他能夠入了神心的禪定, 他有兩種三昧, 念佛三昧, 是三昧中皇, 所以定力是最高的, 他是可以在入定裏面去極樂世界的, 所以他就勸我們, 他怎樣勸我們呢? 他這樣講的, 歸去來, 摩香不可停, 抗劫來流轉, 六道盡佳京, 到處無如浪, 唯有受嘆聲, 不似生平侯, 入彼獵盆城, 用大白話為甚麼呢? 他就告訴我們, 他一針見血, 所以祖師就是祖師, 他不會轉回門國? 不會的, 他說, 回來啦, 去極樂世界啦, 為甚麼呢? 摩香不可停, 這些五族惡勢, 你怎樣搞, 充其量是好少少, 也會有的, 但不會好到天堂那樣的, 你們這樣想, 你們百日做夢, 人類社會不會搞到好, 知道嗎? 因為全部都是這樣的層次, 貪真痴萬怡在一起, 怎樣好呢? 個個都自私自利的物種, 這些人, 在一起, 怎樣會好呢? 是沒有辦法好的, 各位, 所以他就說, 抗劫來流轉, 六道盡佳京, 其實我們人, 抗劫以來都在流轉, 在六道裏面, 轉去, 我們轉去, 我們轉去轉去的, 有時做人, 有時好彩些, 比人高級些, 可能神仙我們都做過, 因為六道盡佳京, 天上我們做過, 我們都去過, 不過我們不記得了, 但是天上又怎樣呢? 那些福布響完之後, 又跌下來, 又是捱過, 現在我們坐在這裏就是這樣, 要不然我們不用做人那麼辛苦, 就是這福布響完, 跌下來做人, 那當然有些更慘, 比人更差的, 三惡道, 經常聽說那些, 是啊, 福布不夠, 就去那些地方做生命, 所以, 原則上來講, 生命, 在佛法來講, 是不生不滅, 我們的生命是永遠的, 問題你生命的質素是甚麼呢? 這個才重要嘛, 生命雖然是永遠的, 但是, 你做甚麼生命? 你以後換個身體, 你換了個甚麼身體呢? 這個就是佛法最關心的問題, 所以他經常都勸我們, 念佛啦, 去極樂世界啦, 為甚麼? 那裏最好嘛, 那裏無有眾苦, 但受諸樂嘛, 我不理你是甚麼生命, 在這個世界多窮, 多有錢, 多笨, 多絕, 只要你去到極樂世界, 你就一定都是, 智慧高明, 神通動達, 涵同一淚, 形無異壯, 是吧? 眼貌端正, 超勢稀有, 容色微妙, 非天非人, 皆受自然, 虛無之身, 無極之體, 這個是無量壽經, 經文對我們的開示, 他說我們去到極樂世界呀, 用甚麼怕呀? 智慧高明, 你一定很厲害, 不單止厲害那麼簡單, 你神通動達, 你還有本事, 話去哪裏, 話去就去, 虛淚自在, 大自在嘛, 沒有掛外, 沒有東西阻到你去, 十方世界, 整個法界宇宙, 我們前面講過,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我們人類, 如果是人, 在宇宙的邊緣, 來到地球, 要幾長時間, 有沒有人記得呀? 假如你有本事, 坐著, 好像光速那麼快的飛船, 在宇宙的邊緣, 飛回來地球, 屋起, 大家知不知道要幾長時間呀? 三萬多, 三萬多, 還未到, 還未到, 那個佛的境界, 你說的是, 我說人類, 按照科學家的分析呢, 就算給你有本事, 找到宇宙飛船, 快到好像光速那樣, 厲害啦, 是吧? 光速幾快呀? 大家記不記得呀? 一秒鐘, 光速呀, 一秒鐘, 可以走三十萬公里, 滴達, 這樣就已經圍繞著這個地球, 轉圈了, 已經, 這麼厲害的光, 快到, 是吧? 那, 你想一下, 就算你坐著光速那麼快的飛船, 想在宇宙的邊緣, 回到地球這個屋起, 你要經過五百億年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有沒有可能呀? 全部都是廢話, 一, 給你有這樣的飛船, 你都沒有命回來呀, 是吧? 在回來的過程中, 剛剛想走, 走短短少少了, 你就已經呱老了, 終於說了, 哈哈, 就沒有命了, 即, 你回到來, 有些人咬下去, 接著回到來, 回到來, 你的親人, 兒孫, 全部都拍都沒有了, 都去哪裡呀, 五百億年呀, 唉, 這個概念, 但是, 只要你去到極樂世界, 不同了, 神通通達, 神通通達的概念是怎樣呢? 任何這個宇宙, 任何一個地方, 一念就即到, 一念之間就即到, 為甚麼呢? 生命層次不同, 各位, 人類的層次, 人, 我經常都講, 人是低層次的生命, 我們被這個四維空間, 哭得死死, 是吧? 三維, 再加時間, 這個時空, 被這個時空控制到, 玉不得其正的, 我們人類就是這麼可憐, 那所以, 極樂世界這麼好的地方去到那裏, 和阿彌陀佛身上, 一模一樣, 和觀世音, 大世之菩薩, 一模一樣, 一樣的福報, 一樣的壽用, 你說那個地方, 是否屬性? 屬性 大家想不想去? 想去, 舉手看看, 我都舉了一份, 沒有執書, 大事, 大事不能糊塗, 小事就可以放過, 既然大家都想去, 可能很自然, 有些人問, 我當然想去, 那怎樣才能去到呢? 各位, 怎樣才能去到呢? 念佛, 是否真的? 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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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這麼真, 下面呢, 我們舉了一些例子, 就是通過念佛, 就去到的, 很真實的例子, 古代, 古代又廣點, 現代又廣點, 古代那些呢, 有些很精進的, 必須要講的, 那第一個呢, 就是打鐵佬, 打鐵佬是姓王的, 我們就叫他打鐵王, 好嗎? 打鐵王, 我們香港人喜歡這樣講的, 做邊行, 打鐵王, 打鐵王的故事是怎樣的呢? 他打鐵為生, 很辛苦, 沒有啦, 那有一次呢, 就有個法師, 經過他的打鐵譜, 剛剛去到那裏, 他就很心腸, 他就留這位法師吃飯, 請他吃了一頓齋, 那些法師呢, 當然感動啦, 當然是法部師啦, 跟他談談佛計啦, 啊, 你這麼辛苦, 真是陰功啦, 你, 為什麼不學佛呢? 他打鐵王說, 唉, 學佛, 我哪有時間啦, 你看我, 唉, 周身都沒有時間, 我哪有時間學佛呢? 那法師就跟他講, 唉, 學佛, 不一定要有很多時間的喔, 唉, 怎樣啊? 他說, 你可以念佛嘛, 怎樣念的? 他就教他啦, 你打鐵那頓就念佛就可以了, 怎樣念呀? 打鐵, 念一句佛, 那打鐵, 那打鐵, 可能大家有些不太清楚, 一個要拉風箱嘛, 一隻手呢, 有個人拉風箱, 又要踏一下這樣, 那他說, 你拉一下風箱, 又念一句, 拿摩阿彌陀佛, 那你一路這樣做, 就行啦, 是嗎? 嘗啊, 嘗嘗, 他一試, 真的很好, 他也有根氣好, 一試就試上癮, 每次都是這樣的, 一拉風箱, 那吾阿彌陀佛, 當, 那吾阿彌陀佛, 他就是這樣做, 那他, 他太太就很不理解 就過來跟他說, 他說, 為什麼你, 你那麼傻呀? 做事已經夠辛苦的啦, 還要出聲, 怎樣你叫做什麼呢? 唉, 你不知道的了, 以前我打鐵不知多辛苦 現在念著佛打鐵 原來不辛苦 真是緣焚的 我非常受到他發起 所以打鐵時就一路打鐵 一路念佛 如是者 過了幾年 居然讓他念到一個如之時至 阿彌陀佛告訴他 什麼時候我來接你 於是他又跟人說 什麼時候呢 我就走了 當時有很多人都不相信 你這樣打鐵弩 你行不行 他臨走 他雖然不懂寫字 叫人幫忙 隔離了來看 接著叫人幫忙 我臨走前 我想到一手計 你幫我寫下他 你想想 他又不懂字 又打鐵弩 為何想到一手計 開智慧 是啊 他念佛就開了智慧 他那句 是怎樣的呢 挺有趣的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說 叮叮噹噹 九年成鋼 九年成鋼 是不是多壓穩 就是打鐵 九年成鋼 鐵是否打得多 練得多 變了鋼 叮叮噹噹 九年成鋼 太平將近 我王西方 哇 好厲害 又壓穩 又貼切 又適合他的行當 跟著就 握著鋼 鐵 鐵 踹上鐵 就站了 走 這就往生 多大 醒 跟著 門室跳向打鐵舖,香噴噴,從來都沒聞過那種香味 因為世間是沒有的,世間沒有那種香味 所以那種香是儀香,特別的香 是很香,很舒服,但是人世間沒有 那些是由世界帶來的 天鱷明空,天空奏著美妙的音樂,久久不散 這個個案又很鼓勵人 這樣打鐵路都行,我們有沒有信心? 有! 當然有,我們都是念佛人,一定有的,各位,有信心 再說一個是冬瓜和尚的故事 這個冬瓜和尚,因為他很喜歡吃冬瓜 那些人用耳機,叫他冬瓜和尚 這個和尚經常逛街市 他不是像其他和尚,以前那些人參禅打座 坐在那裡定定,很少出街 他不是,他經常走來走去 因為他不是參禅打座,他是念佛 他念佛,但他在家裡念,在寺院念 念完,又去街市念,又去買菜,又去念 他周圍,去到哪裏就念到哪裏 有些不明白的,有些修行人就看不起他 就說,難搞了,看他這一輩子都是沒有望的 你看,經常坐都坐不定的,是吧? 沒有說功夫,坐都坐不定,你哪裏修行呢? 這樣看不起他 怎樣看不起都好,有一天 這位東瓜和尚呢?就跟他最好朋友的那個 就是談得來的那個,另一個法師說 我年初六,我明年初六呢?我就黃先生了 我去西方極樂世界,你方便呢?你送一下我吧 蛤?你?這個心想怎樣啊?你? 散散漫漫,整天都到處流利浪蕩,走去逛街市 你說你年初六就黃先生西方極樂世界,誰相信啊? 是吧?因為他當然是連美港,所以年初六就很快 但是,唉,半信半疑之下,好,我又看你搞甚麼東東 就是這樣的心態,一直到年初六那天 應約而來,這位好朋友的法師呢?就去他那裏了 去到,咦?發覺他不在家啊 問一下隔壁的人,隔壁的師傅 他說,啊,他出了街啊,去了應供啊 即是有人請他吃飯啊 有些居士,可能約好了,請他吃飯啊 請法師吃飯啊,請他吃齋啊 他就出去了啊 那這位法師呢,他是個遺照法師 遺照法師就說,你看看看 還說,今天去黃先生,一點準備都沒有的 唉,這些真是,唉 講一下就,唉,在這裏,靈頭啦 好啦,幾時都來到,等他了 在他那裏一邊等,等到他回來了 等到他回來,那他呢? 那個故事很有趣 他說,他真的忘記了,他好像說 咦?你還在這裏做什麽? 可能有意,或者開玩笑,幽默下 我覺得幽默的成份會大 你來這裏做什麽啊? 你忘記了嗎? 你那時不是約我,初六來嗎? 你還很厲害,你還拍拍胸口 你到那天是往生的嘛 叫我一定要來送你嘛,你忘記了嗎? 我想你都忘記了的了,是不是呢? 噢,這樣吧?好,等一等 我走了到裏面,洗澡 洗澡,洗澡,洗澡,換一件乾淨的衣服 跟著出來,好,一起念佛 他就坐在那裏念 十多分鐘,坐在那裏就走了 又是非常之殊勝 走之前,唉,還有一手計 這手計 這手計 他就跟這個衛召法師講的 他說 嗯 他說呢 日日走街坊 天天念佛望 大概是這樣 中間可能有些字眼呢 有少少出入 跟著呢 他就說 日日走街坊 天天念佛望 世人 不知道 別有一天堂 蛤? 他說,你們世間的人呢 不知道啊 以為我天天都這樣走街坊呢 好像很空閒地游來游去 不是啊 原來我天天都在念佛的 他講了這個重點 第二呢 就說 你們都不知道啊 以為你們不知道 不知道什麼呢 原來 在我們這個世界之外 中有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 極樂世界啊 咦 他就能夠作了這手計 這手計語 非常之殊勝的 那坐在那裡 因為會走了 是不是啊 是不是很殊勝啊 蛤 是不是啊 那你們有沒有信心啊 有啊 念佛 是不是啊 好耶 那第三個呢 另外一個呢 這個又是很經典的 所以要講 這個呢就是 呃 我們如果廣東人翻譯 叫做外老王 就是他呢 就是傻傻 傻傻的 就是傻到怎樣呢 就是可能覺得智力很差 很低啊 我們講就是低B 最貼切 低B 好低B啊 低B都怎樣啊 他姓王的 低B王也好 傻佬王也好 他呢就 就是人家見到他可憐啊 他自小就沒有父母 是孤兒 那你想啊 他又這麼蠢 這麼鈍 生活自理都成問題的 那人家可憐他啊 給點錢錢 給點碎錢給他呢 他都不懂計的 他不數到的 多少錢他都不懂的 那就是很蠢啊 他一個人這樣 那有一次呢 就有一個陳道士 陳道士呢 見到他就好心 哎呀 這麼可憐 見到這個這個人 接著呢 就收留了他做徒弟 一方面陳道士呢 就想著帶他回去呢 找個人幫忙煮飯啊 破柴啊 但是呢 又見他這麼可憐呢 又叫他修行啊 這樣 但是實在覺得他太蠢了 教什麼都沒有辦法 於是最後想著想著 這樣啦 陳道士說 哎呀聽說 我都在外面聽回來的 聽說呢 念佛可以的 你這麼鬼死蠢 你不如念佛啊 叫他 啊 你各樣都搞不動 搞不通的 你念佛吧 那就叫他念佛 那麽阿 阿 拉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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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阿 阿 達 ع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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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已經知道是一個人來的 記得了 會念的 但是會念呢 又有道士 剛剛念幾句呢 又黑眼睡了 阿拉摩阿彌陀佛 又睡著 所以這個陳道士就很生氣 經常打他 一見他這樣 這麼懶惰 這麼鬼死蠢 還誤精進 有時拿一條條子打他 打聲了他 有時練法 他的生活就是這樣過 一直過了十幾年 這些這樣的生活 過了很長時間 又一天 又一天 他突然間在一個房裡大笑 奇怪了 這個陳道士就說 這個徒弟 又偷懶了 叫他做個事 不要做了 拿著一條條油過去打 就想著 這個傻佬王 師傅 等著 你今天不可以打我 嚇了陳道士一撒 平時是傻頭傻佬的 今天這麼正經 這麼聰明 精神看起來眼神都不同了 師傅 你今天不可以打我 為什麼 他說 我快要往生西方紀錄世界了 他說師傅 你 真是往你修行 你白白坐在這裏坐了十八年 他說師傅 師傅眼睛都瞑了 他以前很笨 他以前很笨 只是被打 現在反過來教訓他 師傅 你真是笨 你真是沒用 你在這裏白白坐了十八年 甚麼都不懂 甚麼本事都沒有 如果你好像我這樣 讀念佛 你便行 你便可以往生 師傅 他搞到 像八金光摸不著頭腦 但是看他這樣 今天和以前是完全不同過人 於是乎 便開始留意他 第二天一早 這個傻佬王 自己一個人 就走了上山頂 向著西邊 望著西邊那裏 便站在那裏 念佛 南無阿彌陀佛 這樣便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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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數勝 接著當然他又是 聞到很香的味 這個陳道士 又看到天樂明空 哇 他爭恨到不得了 哎呀 徒弟真是厲害 真是教訓他對 所以 這個故事 給我們 有沒有信心 有 對念佛有沒有信心 有 相信念佛能夠 很容易往生的 舉手看看 哎呀 多大的舉手 哈哈哈哈 你們的舉手 這樣便對了 因為念佛這家事 說真的 信心最重要 信願行 你沒有信心做什麽都沒有用 搞不定的 一定要信心有信心先 接著懸疑去 反而功夫你有多少 不是很重要 不是很重要 你信心夠就行了 因為真真正的教訓世界 是靠阿彌陀佛的大願 救度力 不是靠我們的本事 各位 你一定要明白這一點 你就好辦 是吧 所以 這個 念佛往生是很容易的 很容易的 下面 又講一些知名些的人士 我們多數人都認識那些 古隊都有些 白居易 白居易 懂不懂 那些人都會說 師聖 我覺得他真的是師聖 因為 他是大菩薩 為什麽知道 他是一定往生的 白居易一定是往生的人 為什麽知道 他一定往生呢 白居易 很多門派 他以前是集收集行的 白居易 到他年老的時候 他終於醒悟了 終於醒悟了 有的到他71歲的時候 厲害了 他寫了一首詩 我不知道 在文學的角度 可能有些人 每個人的感覺不同 評價不同 可能會找到他很多很多好詩 但是 偏偏就遺忘了這一首 所以是非常之 不幸運的 人類 其實如果我評 我是要把這一首詩 評在他No.1 為什麽呢 這個是菩薩的境界 這一首詩 世人看不懂 所以就沒有把他列在重要的 他的代表作那裏 如果我是評書 我一定是把這首詩 就放在白居易代表作 為什麽呢 他的首詩是這樣的 雖然有少少長 但是是很精靜很容易懂的 因為白居易的詩都是很淺白的 他怎麽說呢 他說如年71 他71歲幾歲就寫的 他說我現在71歲了 如年71 不服事任我 漢經肺顏力 作伏為奔邦 何以道心眼 一句阿彌陀 行也阿彌陀 坐也阿彌陀 但值清靜心 不廢阿彌陀 達人應笑我多卻阿彌陀 達人應笑我多卻阿彌陀 這一個呢 這一個呢 就是白居易的那首念佛詩 念佛計 用大白話一點 說又怎麽呢 他就說 他在差11歲的時候寫的 他說我現在差11歲了 我以一方面呢 我都沒有能力 沒有精神 去作詩 寫詩這些東西呢 我不搞了 當時可能很多朋友 就問他 哎呀阿彌陀 你幫我製作首詩 提一下詞 你們以後不要找我了 全部不搞了 那些東西 為什麽呢 我已經差11歲了 我不去搞那些東西了 你找大哥啦 過主啦 即是意思啦 即是首先跟大家講 我沒有空搞那些東西了 以前他作了那麼多詩 他作詩最多的 現在不搞了 看經廢眼力 經都不看啦 看經廢眼力 71歲的人 大家都知道 是吧 71歲的時候 看經都很浪費力 很浪費眼神 看經廢眼力 作福為奔波 你叫我敗慘啊 搞那麼多東西 我都搞不定了 腰骨痛啊 年紀大啊 所以叫作福為奔波 他講他自己很真實 很坦白講出來 那何以道心眼啊 那你怎麽樣度過你的餘生 你怎麽樣去修限啊 一句阿彌陀 精靜的出來 他就是念一句 那麽阿彌陀佛 在71歲之後 一直都是這樣 他說我行也阿彌陀 坐也阿彌陀 咦 這麽像善途大師講的 是的 他那時候又是唐朝 他一定有機會看過 善途大師的五步九卷 一定聽過善途大師的那首 善途大師教人 就是叫人 走著作惡都念佛的嘛 所以白菇爾就說了 行也阿彌陀 坐也阿彌陀 中遙望此箭 不廢阿彌陀 就算我多忙都好 我多打都不荒廢這句佛號的 其他事可以不做 念佛阿彌陀 一定要念佛阿彌陀 這個就是他的態度 他71歲的時候的態度 這樣呢 接著他說 我為何這麽用心去念佛呢 我現在才醒覺 日暮而途遠 不生已初途 他很謙虛啊 我現在已經老人家了 日暮而途遠 即我現在的人生到了老年了 但我以後三明要走的路 還很遠 因為三明是永遠的嘛 我 不搞那麽多事了 我這一世人呢 已經初途了 初過了 那我就想 不是吧 你這麽偉大 你這麽聰明 就懂得淫師又作對 這麽有成就 又做官 又有錢 又有面 你都說白高啊 那我們算什麽 你看看 人家高人就是高人 高人 高層次看東西的問題 跟我們看就不同了 我們現在世俗的人 是吧 賺錢就很厲害了 有錢就很有成就了 你看看白高爾 到那個時候他有錢 一定有錢啦 做這麽多年大官 有錢 有面 有地位 他居然間說 吾生已初途 我前半生都搞搞振 浪費了我的時間 他這麽說 為什麽呢 因為他知道自己 前半生 對往生 是沒有希望 對了生死 未有著落 這件大事 在這個高度來看 以前做的那些 功名尼錄 錢銀 有什麽用呢 沒有什麽大作用 就是這麽解 所以他說 吾生已初途 然後呢 一直 單直清淨心 為尊念阿彌陀 單直清淨心 我現在用我餘下這個人生 還有少少的時間 我幾打都用它來 做什麽呢 念佛 念佛 這麽重要啊 因爲這個是要解決生命永遠的問題 如果你不解決 就糟了 所以他做了這件事之後 很多朋友都不理解了 因爲他以前在文壇來說 你看爲他是文壇領袖 那麽厲害 幾多人和他是朋友 是吧 人師作對的那班人 很多的嘛 在佛教界 又是好多修行人 以前他修禪的嘛 他修禪的嘛 那他好多朋友 尤其是修禪的那班朋友 修其他門派的那些朋友 就好不明白 爲什麽現在你不參禪啊 蛤 快走了 差十幾歲人 你要努力啊 是吧 你不精進不行啊 那麽以爲他 退慢啊 以爲他鞋退啊 所以就好多這些言論 對他講 有些是勸他 各方面的 好大壓力就給了他 就這樣了 那給他 所以呢 達仁 達仁英少我 多卻阿彌陀 就在這裏來的了 達仁所謂達仁 就是修行有警戒的那些 就是認爲自己開了誤了 認爲自己經教好爹 能夠講經說法 大虛言解 錯到不倒丹 是吧 好厲害的 所謂這些人呢 就叫達仁 達仁英少我 那些達仁就來笑他 你看 你不努力不行啊 你 達仁英少我 多卻阿彌陀 你只顧著念阿彌陀 不行的 你要打左嘛 你要參禪才行的 那些達仁就這樣說他 那他呢 就 跟那些達仁 大家都是朋友來的嘛 就說了 他又很坦白地說 很誠懇地說 你們有所不知了 你們自稱你們是達仁 你們通達佛法 是吧 達猶作摩生 他問回地轉頭 你們個個都以為自己修行 已經 你知不知道你下一輩去哪裏 你答不答得到我 他那班朋友 每個都眼望望 沒有一個這樣回答 你知道你們去哪裏嗎 你可不可以了生死 你這樣拍心口說我可以了生死 沒有一個這樣回答 參禪參了幾十年 又不倒單 那又如何呢 你對了生死 你還是沒有著落 那是沒有用的 你收得多好 你是等於沒有大作用 因為你沒有了生死 所以 他就說回他自己 你們呢 就說達又作摩生 不達又如何 我 他講他自己 白居然說 我沒有你們這樣通達 我沒有你們那麼厲害 參禪打助 我沒有你們那麼本事 不過 這樣又如何呢 我一點都不會羨慕你們 因為 我相信 我只要通過練佛 一定可以往生 我一往生 就來 鳥生死 不知高幾多 我一定能夠 遠遠脫離六道輪迴 那我用不怕 我用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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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心一意念佛 就行了 所以他教訓那幫參禪打助的朋友 所以因此很多 以前參禪打助的那些 慢慢很多 也都是跟回他轉頭 跟回他轉頭 念佛的 所以這個呢 他最後兩句呢 就說 普勸法界眾 普勸所有認識的人 懂得的不懂得的聽到 有機會看到他的首詩的人 他都勸 同念阿彌陀 這個就是最後的結局 對我們的啟示 他說 我們呢 最重要就是念這個 南無阿彌陀佛 這樣 這樣 那我們 覺得白居易說得對不對 對他有沒有信心 有沒有信心 阿彌陀佛 好 好 你們為自己鼓掌 為自己有這種理解 有這種機會 聽聞佛法 還有聽到白居易這樣說 你也相信他 這個呢 白居易的故事 那就講了古代了 講回近代 少少啦 那些都好似 可以搖軟一下 講近代的 近代呢 香港這個一定要講 張連國居士 張連國居士呢 就是現在 東連國院 東連國 就是他先生 河東 和他 他是連國 兩個合起來的名字 所以叫做東連國院 以前那個主人 就是 張連國居士 張連國居士呢 他在1938年的時候 有一天 在1938年 6月12日 他召開了一個家庭會議 請兒子女女 回來聊天 有個家庭會議 說什麼呢 他說 現在這個世界 是宗教自由 那時候 他的兒子女女 是不念佛 不信佛的 是信其他教的 他說 現在這個時勢 宗教自由 不要緊要 我不會阻擋你們的信仰 不過呢 什麼宗教都好 都是要講孝道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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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子女當然要抹頭 你們都要講孝道 我 他跟他講自己 我快要走了 我快要回 極力世界了 我希望你們盡一下孝道 到時候 念佛送下我 行不行 那兒子女當然說行 媽媽 最後的要求 好了 就答應了 然後 在十三號 到十九號 這七日裏面 他就在家裏 改辦了一個 佛冊法會 真是很厲害 請自己這年有 同三道友回來念佛 咦 念完佛了 接著 他就宣佈 大家不要走 有重要事宣佈 什麼重要事 我快要往生了 我今天要往生了 希望大家送我一程 那些人就 咦 雖然是念佛人 每個人都知道 往生很殊性 但是呢 沒有 不是吧 看你還這麼精神 任此這麼快走 是吧 一些痕跡都沒有 你說你往生 所以 當時有很多人都 半信半疑 但是他講到了 留下 當然大家都很開心 聽說往生 等一下 看看熱鬧都好 什麼都好 什麼心態都有 跟著呢 他就叫人 將他在房裡的床 搬到大廳那裡 跟著他呢 又是去洗澡 洗白白 洗乾淨的身 然後呢 換乾淨的衣服 坐在大廳的床那裡 念佛 和他的那些 那些年友 和參導友在一起 念佛 又是 念不夠十幾分鐘 很快 跟著他坐在那裡 就走了 他走了之後 他一走了呢 在他身體那裡呢 就出現一團黃光 出了來 因為黃光 個個都看到才算的 不是一個半個人看到的 所有罪長的人都看到的 一塊黃光 繞住他的那間屋 轉了一圈 跟著呢 向著西方那個方向 就飛了去了 跟著呢 門屋飄向 又是宜香撲備 又是從來沒聞過那種香味 因為地球是沒有這種香味的 因為那些香味是極樂世界帶過來的 天鱷鳴空 很久很久才散 很舒服 很溫馨 很好聽 見到這樣的情景 最長的所有人都讚嘆 當然是包括他屋的人 當然是他以前信其他教的屋的人 因此這樣 就全部轉過來 就信佛了 信佛了 就是這樣的恩怨 所以很有智慧的 這個張規士 他就通過這樣的恩怨 去道化自己屋的人 所以我們呢 有時呢 沒有擔心 我們發覺有時都是的 跟屋的人講很難講的 有些人說 整天勸他念他就是不聽的 沒有急 俗俗即不達 知不知 講過就可以了 反而是做好你自己 你講了就知道這個訊息OK的了 你做完成你的使命的了 你不要講太多 講太多太沉 講得多 你很反 有時反感令到人家 知不知 你要做好你自己的本分最重要 做到他認為你真的好了 為甚麼好了 因為你念佛好了 這樣反而有機會 練不到他會信 否則很難的 那個人說你的樣子 看你 你說你念佛 你好都是哪裏 你又是這樣 你又這樣貪心 你又這樣自私 你又甚麼都甚麼都是這樣 很難相信的 所以他很難令到他改變 明白嗎 他的真正誤學法 是跟我們息息相關 是我們做得不夠好 未能夠感化到他 如果你好像做到張連閣那樣 如天時子 坐在那裏何時走就走 你的親人 他會不相信 扑著都相信 這麼好的東西不相信 所以呢 我們沒有怪那麼多自己人 沒有怪他們 我們要在自己裏多些去檢討一下 檢討一下自己 一個念佛人 所以在修行方面 講給他知道就可以了 不要那麼詳細 不要講太多 他慢慢覺得你好 他自然會改變 這一世不念佛 下一世都會念 他中了一個根 就是中了一個種子 你不要以為你那些沒用 有用 就是一力以根 就永為 什麼 都很重 那他就進去 跟著下世或者下兩世 他就會念佛的了 所以也沒有太擔心 家人念不念佛的問題 知道嗎 做好你自己先 這個是現代版的 那下面就講一個 很值得講的 我都想講 這一個就是 就是周敦儀 有沒有人認識周敦儀 聽過周敦儀的 舉手看看 有 阿彌陀佛 掌聲 他寫得好 平時也有看這些 周敦儀 再講一個 可能大家更加清晰些 就是愛連雪 如果喜歡文學的人 就一定會看過這篇 中國文學不看過這篇 應該是不可能的 愛連雪的作者 就是周敦儀 周敦儀 他是個大菩薩來的 為什麼呢 在《往生傳》裡面 是有他的名字的 所以他是大菩薩來的 他是在結論世界的 已經 這位周敦儀先生 他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我們都知道 他寫過愛連雪 文筆非常流暢優美 其實他真是菩薩的境界 他能夠寫出來 不簡單 一般人真是寫不到的 寫不到的 他能夠寫到這麼精靜 這麼偉大的作品 跟他的修行識識相關 所以我們要拿他來講一下 這個周敦儀 他本身文學的功底厲害 當然是 他還是官 他做官是非常清廉 他在一方裡面 對於平民百姓 那個口碑是非常好的 他大公無私 他對當地的建設 非常之有成績 正績很好的一個官來的 而且他經常都以蓮花來治愈 所以他做人為人很正直 很有修行 尤其是他最後的蓮佛 我們講一下愛蓮雪 他為什麼寫了愛蓮雪 大家看看愛蓮雪 他是怎麼說的呢 愛蓮雪 開頭他就說 水綠草木之花 用白話說 喜歡 得人喜歡的很多 水綠草木之花 得人喜歡的很多種類 他說 他說 在晉朝的時候 陶淵明先生 就比較獨特別 喜歡 菊花的 而到了唐朝之後 世家的人 絕大多數 都說 喜歡 茅丹 因為茅丹花富貴 就是這樣 接著說他自己 我呢 我又怎樣呢 我不是 我跟他們不同的 那我又怎樣呢 他講他自己 他呢 就獨愛蓮花 如獨愛蓮之出於黎 而不嫌 作青年而不妖 中通外籍 得萬不知 鄉遠 鄉遠 日清 挺挺直靜 鄉遠 日清 可遠觀 不可 涉還煙 他將這個蓮花的那種特色呢 是前無古人 後無類者 那個寫法 他其實是非常真實地顯示了蓮花的那種特有的本質 我們看下他的寫法 出於黎而不嫌 這個容易理解 因為蓮花 我們看到蓮花呢 都是在於黎上生長的 出於黎 但是他對於花呢 是不會弄到那些垃圾的 是 作青年而不嫌 雖然他的水是一直經過 但是他一點都沒有苦 沒有妖妖 沒有那種苦味的神態 他有君子的氣質 所以他對這個蓮花的寫法呢 是非常之珍切 一個呢 中通外籍 中通 蓮花我們 不知道有沒有人摘過那些蓮花的那些 那些蓮呢 這條廣呢 中通 即入面是通洞的嘛 大家見過 這蓮藕也是通的 這個蓮花這條廣都是的 它一直通的 中通外籍 這個很有意思的 他就講他自己的 他自己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中通外籍 你其他東西 什麼道理他都懂 通了 但是外面表現出來 很光直 直到怎樣 有一次有他的親人 去求他找一份職 他都不行 現在就沒有可能 那些閒差而已 你找一下 找一下甲做也是做 找他做就做 這個是親人 求道又不需要什麼學歷的 求他找份打閘的那些工 又不是什麼特別工 他都不行 他都沒有答應 他說 你想做呢 你申請 你又申請 等些人選 或者是 你合格的 符合條件 你就來做 他都沒有 安排過很簡單的職位 即不是說需要學問 又不是說多特別的東西 但是 他都沒有做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正直的人 他做官做得很成功 他說中通外籍 那這裡呢 我們念佛人一樣是 我們講一個念佛人 雖然我們不是講修行 但是我們一定要學他這件事 中通外籍 就是做人呢 要做回人的品格 在社會上 在人群當中 我們一定是 被人的印象要好 我們一定要做個好人 被人感覺 這個人好人來的 他要念佛的 這個念佛人是好人來的 你一定要將你自己 念佛人和好人連在一起 這樣就成功了 這樣就沒有失禮我們的大慈悲父 阿彌陀佛 各位 所以我們雖然念佛是很簡單 很容易往生 但是沒有因為簡單而放日 我們雖然不講修行 我們不是很標榜那些戒律 但是 我們是非常之 尊重戒律 我們是非常之 希望大家能夠有戒律的精神 是這樣的 雖然往生不是靠這些 我們是 念佛就一定能夠往生 正因為我們念佛一定能夠往生 我們給一般人是看得通透 沒有世間人那麼執著 因為我都往生了 我做了幾十年人 我就會記錄世界了 有什麼好爭呢 在這個世界就不應該和人爭那麼多 知道嗎 所以我們要大量些 大方些 對人好些 心胸要寬 那你自然呢 你就做到一個好人的境界 所以這件事呢 我們要向周敦而行 周敦而行 是吧 所以他跟著後 他說 你看 菊花是 花之隱日者 就是陶淵明那些 他找地方病的嘛 要走去深山老林那裏 與世隔絕 搞個桃花園記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這個世界很可怕 很可惡 於是自己就找個地方躲起來 他就是這樣的態度 所以他就逃避了 逃淵明 但是我們念佛人呢 不是的 所以很多人呢 問我一個問題 師父 你在哪間寺院的 我說我不是在寺院的 那你在哪裏 我 都是在平民區住的 我多數都是 因為我本身是在念佛堂裡的 我是領終念佛的 你不是在寺院的嗎 就是好像覺得很不對 這是七家人 你不是在寺院裡 在民間這些居住 好像不太對 那些人是這樣想的 其實大錯特錯 各位 因為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間法 我們要救度的就是世間的人 我們不住近他 我們不理解到民間的疾苦 我不知道他現在在想甚麼 他在做甚麼 你怎樣去教化他 你怎樣去道化他 所以在深山老林那裏修行那些 是過去式的 現代是沒有辦法的 是不合時宜的 而且我常常都說 如果你要建一間廟 花那麼多錢 你建一間廟 而得不到壽用 有甚麼用呢 花那麼多錢 有幾個人在那裏住 平時的開支管理 要花多少人力物力 去搞那檔事 去搞經營這個寺院 寺院又會舊的 那些日曬雨淋又會爛的 要找人裝修 要找人維修 多大的財力跟著在後面 所以計起來 對於救度中生 在我的理念來說 不及在城市 在城市簡簡單單找的地方 疲費不貴 尤其是香港 寸土赤金 你搞這麼大的地方 太大的成本 作用不大 所以實際上細心想想 這個就是要在世間做 不是像陶淵明一樣 病走去深山老爺 所以陶淵明是喜歡谷花 花之隱日者 他經常希望有一個桃花源的出現 他不知道他不懂得 比桃花源好千千萬萬倍的極樂世界 等著他 我們真正提高生命的層次就可以去 那這個就是 陶淵明 喜歡谷花 那唐朝人呢 唐朝以來 世間的人都喜歡牡丹 因為牡丹 因為漂亮 但他代表 代表甚麼 富貴 我們香港人最喜歡的 富貴 甚麼都是 有富貴的就值錢 那些竹仔 只要拿一堆 給他名字叫富貴竹 哇 立即身價就猛升了 多少錢都要有人出得起 你只要名字漂亮就行了 富貴竹 這就是我們人類 亦都可以講現實的一種文化 亦都是一種悲哀 自欺欺人 貪無虧榮 喜歡假的東西 不喜歡真實 這就是現代人的問題 那牡丹 富貴 所以唐朝到現在 喜歡牡丹的人很多很多 那 棉花呢 棉花花之君子者 這個題 這個層次就高了 棉花是花之君子者 所以這些呢 是花之君子 這些都是花之君子 是好爺的 好爺 所以他對最後呢 他就總結了 他說 菊花呢 陶先生 陶淵明先生 之後呢 都很少 真的見到那些人那麼喜歡 但牡丹花呢 但是牡丹花呢 就沒辦法 牡丹花都是醒了世界的潮流 牡丹花呢 現在多數人都是喜歡牡丹花的 那我就是喜歡牡丹花 那我就是喜歡牡丹花 那我就是講了牡丹花才講 跟著他就問 他說他那時候呢 都有些 慨嘆的 因為當時真正來講 念佛的人都不多 他有些慨嘆的 唉 不知道 好像我這樣 一樣 喜歡蓮花的 有哪位呢 如果我們問你 你們喜歡不喜歡牡丹花 喜歡不喜歡 喜歡嗎 喜歡牡丹花 舉手看看 唉 都不少啊 這裏 如果周敦儀當年在這裏問 那就不同了 是吧 在那裏問 沒有人回答他 在這裏問 多人回答他 是吧 原來這麼多人支持他 周敦儀如果在這裏說 誰喜歡牡丹花 我喜歡 那麼多人舉手 他們一定是很開心 很開心 這位大菩薩呢 我們值得尊敬 向他學習 他真是往生做的 在往生轉裏面有他的名 有他的名 這就是周敦儀 所以我們做人呢 沒有給眼前的小小東西 蒙蔽呀各位 沒有給小小的物質 物欲蒙蔽 經常搞到自己 到身不空 很多人經常跟我說 沒有時間 沒有時間 我們為什麼沒有時間 每個都24個小時 為什麼你會沒有時間 其實 道理很簡單 因為你的時間去做到 其他 你認為是重要的事 因為你有些事重要 你會做到 為什麼 什麼意思 就是念佛對於你來說 不重要 如果念佛 你覺得是重要的 你怎麼會沒有時間呢 人的時間 一定是用在最有重要的東西裡的 你想想 是不是 時間一定是放在最重要的東西裡的 沒有可能不是的 你沒有時間 那樣東西 即是那樣東西不重要 在你心目中不重要 所以 有一句呢 一片白雲 橫谷口 幾多龜鳥 盡迷巢 在那個山谷那裡 有一片白雲飄過 擋住那個山谷的出入口 跟著 在外面找食 那些鳥仔 找不到方向 被那些雲擋住了 就回不到去山谷裡面那個屋起 咦 這一個呢 它是形容我們人一樣是很貼切的 我們人又是被人世間的這一片白雲呢 就遮住了 懵懵懵懵 在這個人世間 在這個香港地 有一 obedience 原來真真正正 我們真真正正的家 是哪兒呢 是的 你給一點掌聲 很好 非常好 答案 我們出很多家園 是西方極樂世界 我總是說 bracelet Lią Sab cour 兩ouch by nach 你是不是要離開 哎呀,一定是,有些年輕一點的,不會想這些問題,關我什麼事,那些是他們的事,我這麼年輕,我這麼精神,何時輪到我呢,我根本都不用想, 狹窄,思維,短淺,淺結,一百年很快就過了,保守一點說,一百歲你還在嗎? 一定不在這裏,你是不是又是要走,是不是要離開,而且這個地方根本就不是好地方,所以我經常覺得,很想留在這個地方長命的那些人,我覺得他們很傻的,因為佛經跟我們說了,這個地球這個世界是五族惡勢來的, 所以,最大的顛倒我覺得,莫過於,有些人,喜歡在這個五族惡勢那裏,萬壽無疆,是不是 所以很多,好像陳子王那些,所以我覺得那些都是傻的,你說他多大工業,多厲害,那些是人給他的評價, 根本上這些就是愚痴,是不是,他想在人世間萬壽無疆,萬壽無疆,那又怎樣呢?你有這個身體,你就算是不疆,但是你健不健康呢? 你不可能健康嘛,告訴大家,長命的前提呢?你求長命都OK,不過的前提一定要健康,如果不健康,你只是求那個長命是很傻的東西來的,所以如果現在的醫學,只是將人的壽命加長,而是沒有在健康方面著手,這種醫學絕對是沒有用的,到最後一定是破壞,一定是對我們人類一個很大的傷害, 我們為這些醫療,為這些東西付出沉重的代價,而你原來給錢人家行刑啊,你給錢給人家,對自己行刑啊,各位,你細心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啊? 我聽過一個個案,有一個有錢人,到最後三十測條管,插起的身體,你想一下,插到怎樣插啊?三十測條啊,是嗎? 基本上反而,本身有洞的地方都在插一條啦,當他,是嗎? 跟著其他沒有洞的地方,開個洞去插嘛 那他怎麼說有錢啊?他有錢就花得起啊 有意義嗎?各位,有沒有意義? 你們想不想這樣啊? 千萬不要明白這個道理就好了,千萬不要啊,真是 所以,長命,是人人都求,長命的前提一定是健康 如果沒有健康的那些所謂長命,就是行刑,就是對自己受罪,就給錢貼難受了,正式是 是很傻,很愚痴的一種舉動,所以我覺得人類一個最顛倒的問題就是,在這個五族惡勢,還是想長,想萬壽無疆的人 我覺得他真的不單止幼稚,簡直是沒有腦,真是誇張點說,真是沒有甚麼腦 你想不到,你有甚麼好才能,這個空氣素質又不好,各方面都不好,你就只有長命有甚麼用 沒用的,原來,到最後,我們人死,說到逐點,不是可怕的事 這頭死,就是這頭生,方死方生,根本上就不是那回事 所以,最可怕的不是死,死是正常自然的現象,最可怕的是,死不去 是不是,死不去才是最可怕的,這個才是值得人心思的問題 所以,我希望大家聽了今天這個,萬修萬人去,個個都行的,個個都行的 但是,有一件事,都要提醒大家,我們中早講的,善道大師講的 這個很重要的訊息,他怎樣講呢?他說 如比日字見聞,諸方道俗,解行不同,尊習有意,但使尊意作者,十則十生,修習不知心者,千眾無一 簡單說,大白話,講最後的結果,他說他所見到那麼多,他周圍都看過了 不論你是甚麼身份,他說到最後,如果是專修的,專門念佛的,十個,十個去,十個,十個往生 就是萬修萬人去,他說,但是呢,如果修習不知心的,修習習修習行,又說去拜一下撐,又說去搞一下密宗,又說搞一下其他的宗派 不是說人家的宗派不好,我這裏沒有這樣的意思,大家千萬不要誤解,我意思是專一,一定要專一 如果你是專修正土宗的,你是入這個門念佛的,你其他宗派的東西是不需要搞的,你一搞,問題就來了,你就變了修習 你修習,你習修習行,習修習行的最大的弊端,就會令到你千中無一 就是一千多人念佛,找不到一個往生,所以到現在都是這個問題的 所以為甚麼那麼多人相信念佛,很難往生呢?就是這樣,因為每個人都是這樣的思維的狀態 又沒有信心,又修習修行,所以千中無一 所以最終奉勸各位,念佛雖然很簡單,念佛一定可以往生的 但是,記住,重點中的重點,不可以雜修雜修行 一定要一心一意,念佛就是念佛 天天都堅持念佛,最重要,你有沒有功夫厲害到甚麼程度,不是最重要 你最終是靠阿彌陀佛的大元力去,但是你雜修呢,就麻煩了 你很大程度就去不了,所以這個呢,謹記謹記 好,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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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還有少少的時間呢,我想留給大家的,反而是 看看有沒有互動一下,到於,因為最後一次了嘛 到於往生呀,到於離開這個人世呀,往生那些事呀 我覺得都幾多人問的 還有在尊一呀,學佛呀,各方面呢,都可以講的,好嗎? 那當然,原來給一個機會給我喝杯水呀,支持一下嘛,給一個機會給我喝杯水呀,那你們講話我才喝到水呀,因為我沒有時間喝水呀,好,讓你們發問一下,看看有沒有人問問題,OK 師傅,總之我們是念佛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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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你很自然唸到一千聲 你以過一千聲為目標 你每天都唸一千 就好過沒有 因為你少了一千 就好過這麼放逸 有時有些樣那樣 就搞到自己沒有唸佛 所以對於初學的人 其實都是建議有個定數會好些 你有個目標追著去 但是那個目標不要太高 明知難度很辛苦 偶然才有一次唸到五萬 你又走去定五萬 那就慘了 在珊瑚上你會形成很多阻礙 因為有些事突然間來了 糟了 我再兩萬未唸 怎麼辦呢 我去做那件事好 還是繼續唸佛好呢 於是你很矛盾 你不去做那件事 有時可能誤了很多人世間 必要處理的事又不行 所以我覺得 定的數 定得保險些 保險些 沒有那麼高 你已經高了 就覺得 今天厲害了 高些 順其自然高 每次都練到兩萬 那就頂兩萬 我經常都有五萬 那就五萬 我不行 我三千 那就三千 你這麼多 這麼厲害 三千 我只有五百 那你就五百 好 明白嗎 就這樣 阿美 陀佛 好 下一位 可以發問一下 好 給掌聲 師父阿彌陀佛 想 想 了解一下 念佛往生 需不需要慈戒 或者需不需要 所謂一心不亂去念佛呢 還是我們散心亂念一下就可以了 就好像阿彌陀經裡面說 是否需要一心不亂念一日 甚至要念到第七日 都要一心不亂才可以往生 反正一句就可以往生 當然我都知道 我不行 一心不亂一句都不行 是否就不行 這個問題很多人關心 我們首先看看這個一心不亂 淨土宗 我們淨土宗的宗祖 就是善道大師 善道大師是阿彌陀佛的化身 所以他的解釋是最拳咪 因為在歷史上 對這個一心不亂的解釋 是很多很多不同的解讀 因為這個詞 在翻譯的時候就有問題 本身是沒有問題的 是人理解方面有問題 因為其實一心不亂 很多人用禅宗的角度去理解 就錯得很厲害 很重要 因為這個阿彌陀經是淨土三經 淨土三經 是必須要以淨土去解釋 淨土的解釋 一心不亂 宗祖善道大師是這樣說的 一心 就是一心一意 沒有有疑心 就是我念佛就是念佛 沒有搞其他東西 這樣就叫一心 不亂呢 不亂呢 不亂又是一心 沒有集亂 沒有搞那麼多東西 都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他有一手計是這樣的 他說 極樂無為列盆界 隨緣集善恐難生 故事如來損要法 教練彌陀 尊 復尊 一個尊還不夠 還要復尊 就是怕我們聽不明白 就是一定要很尊一 所以那個一心不亂呢 你可以理解成 一心一意念佛 沒有搞其他東西 沒有集亂 一心念佛不集亂 就叫做一心不亂 在淨土中的解釋 就沒有用禪中那種 禪定功夫的一心不亂去理解 那你是大錯特錯的 第一 第二 嗯 念佛 為什麼說 念佛這麼容易往生呢 是因為有阿彌陀佛的大願救度力 令到念佛的人這麼容易往生 不是靠我們的本事 那這個呢 講下去呢 要講一點點歷史 阿彌陀佛為什麼 會設計到這樣的方法 他願意去幫我們呢 因為 他發覺我們不行 他發覺我們這些現代人呢 原來 傳統的修行方法呢 很難了生死的 很難了生死的 所以他在歷史上面 他才發了四十八大願 以四十八大願度眾生 他這種救人的方法 和其他佛是不同的 各位 我們記住 簡單講 就是等於我們一個 跌了下水的人 在水裡面爭窄 其他佛救我們呢 他是教我們怎樣回上岸的 你記住 他是教我們怎樣回上岸 他告訴你 阿 你的頭呢 保持在水面啊 你的鼻哥呢 不要讓他入水 跟著你的手呢 怎樣爬保持平行 你的腳呢 要配合著用力啊 一齊呢 向著岸這邊游過來 那你游過來呢 你就不會沉 你就不會死的了 那你就得救的了 其他佛呢 就是這樣教人的 他救人的方法呢 就是教導 但最終行不行呢 要靠你自己 阿彌陀佛呢 就不同了 阿彌陀佛 他救人的方法 跟其他佛是不同的 他是知道 這些人呢 很多是不行的 聰明的當然可以 精靈的當然可以 很多不行 那不行的又怎辦呢 他想的方法就是 我直接到那裏 拿個撈你 整個張你撈起來 明白嗎 他不用你游啊 他直接走去 把你撈起來 整個撈起來 那他救的人就多了 懂游水的他又救 不懂游水的他都救了 所以才能夠普渡眾生 救到十方的眾生就是這樣 是吧 所以他為何靜土中 能夠普披三根呢 三根是甚麼意思 大家知道嗎 上根 中根 下根 下根是甚麼意思 下根就是拔些 或者沒有功夫 蠢些 差些 最說難聽些 就是裸底橙 就是這樣 但是阿彌陀佛說 不要緊 你多差都好 你只要聽話 你信他 你念佛 他 就有本事救到你 因為他是無外光如雷 沒有東西阻擋到 他救你的 明白嗎 譬如一個人 他很笨 他很笨 能夠救到嗎 笨 是阻擋不到阿彌陀佛救的 是吧 你這樣理解是否很對 他很笨 他很低能 他業障很深重 阿彌陀佛在這邊 你多深重 他是無謂光如雷 你業障深重是阻擋不到他救你的 對嗎 他無外 他無障外 如果一個業障深重 他就救不到 那業障深重對他來說 就是一個障礙 他是無外光如雷 你多重的業障 是阻擋不到他救你的 你一定要明白這個道理 這樣的時候你就安心了 至於剛才所說的 我們是否這樣 是否這樣隨隨隨隨 散心練佛都行 這樣又行 這樣又行 但有一件事我們要注意 這個是佛的大慈悲 即是知道我們人的狀態 我們是很努力的 其實是 但我們努力的結果是達不到 明白嗎 所以你剛才所說 譬如說 我隨隨便練佛 不對 不是這樣說 我們不可以隨隨便練佛 我們是很認真地練佛 只不過我知質有限 我好認真都達不到 你這樣想就對了 我好努力 我都達不到一生不亂 我好認真 我走著坐我都練佛 但是我都 不要說功夫成片 功夫成串都不行 那怎樣呢 阿彌陀佛就安你心了 不要緊要 我來救你 因為你是一個念佛人 我不欠你差 是這樣的角度 他要求不是很高 但是我们对自己呢 不是啊 我们对自己要要求高的 我们对自己要有要求各位 我们一定要走着作我都念佛 我们一定要坚持念佛 是不是啊 是不是这样的道理啊 是啊 阿弥陀佛 啊 好 掌声 鼓励一下他 师傅啊好多谢你的开示 令到我们都谋塞顿开 很感恩师傅 哈哈 就是到我们这些年纪 风俗残眠了 就是现在发生念佛 会不会帮到我们 就是将来往生 减少那些病痛那些痛苦的 因为你知道刚才你说 我们躺在那张床 不能动 就是想死就死不了 这种是最悲惨的了 是 那我们今次开始 一生念佛 希望佛能够帮我们 平平安安 往生 就是我们现在在这儿 所有的人都希望的 那佛会不会帮我们呢 一定帮 一定帮 我们最想就是这种东西了 我能够平安往生 好 一定帮 那你首先看下 在佛经里面呢 都是说了 因为有一个念佛人呢 就 彌陀住顶 就是我们一个念佛人呢 彌陀佛常常都在我们头顶 诸佛护念 菩萨相随 善神保佑 那本身就是消你的业障 本身就会令到你增幅 增位 一定是有好处的 就是你一个成为了念佛人呢 我们不一定是简单 只是说 哦 念佛就是到最后了 临死那一下才起作用 这样想呢 就偏了 不是啊 你什么时候念佛 是什么时候起作用的 什么时候开始转化 调化 为了最后一步的往生做准备 你应该这样想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 虽然我们都有病有痛 但是其实都是 阿弥陀佛调涉的一部分 就将你的业力转化 去到这个时候 承受一部分 或者怎样能够令到你 最后能够 轻轻松松去往生做准备 你这样的正面思维呢 那就对了 而且我们人呢 到最后走呢 其实 我们人走 有的是念佛人 不是真是说 死了去往生的 他连看你怎样讲一下 在我们的角度里面呢 在阿弥陀经有一段这样讲 其人临命忠时 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 是人忠时 心不颠倒 即是往生 阿弥陀佛 极乐国土 你看看 是一个念佛人 临终 即便断气 而阿弥陀佛和海慧大宗 是先来到他面前 然后 跟着才说 这个人忠了 心不颠倒 是吧 是人忠时 心不颠倒 即是说佛来了 来做什么 当然是加持我们 所以佛一出现 他就加持一个念佛人 你多病 多痛都好 那一刻你就不会病 你就不会痛了 已经 因为佛都来了 整个场面就长和 那个环境就控制住 你什么痛啊 病啊 全部小疑科 变成了 你就没有那些感受了 所以你就会很开心 很发起 你就跟着佛 去属于你的年化那里 那你的神识 离开了身体 那一刻 人世间就叫做死 那一刻就叫死 离开了 那这个肉身 就没有什么支撑 没有那个神识 就死了 就死了 所以 严格说 一个念佛人 他不是死了 才去皇山 是生 是自然的过渡 是缓身体的过程 就是由这个肉身 就缓过身体 缓过身体 而 神识 就去了莲花那里 就去极乐世界 所以呢 这个在那天 我们记住 其实 所有人都是 当然念佛人 就最殊性 因为念佛人 他没有经过中阴身 那个阶段 他会最殊性 最殊性 他这一头 神识一出来 就上莲花了 上莲花 就去极乐世界 他是没有经过中阴身 是最殊性 最好的状态 就算其他人 就算不念佛那些 我们一定明白 生命都是不生不灭的 都是不生不灭 只不过 他换的身体不同 是吗 他以后投胎 做了另一个身体 生存 其实是 所以我们要明白 这个道理 人世间 始终来讲 是短暂的 你一定要为了 长远 将来 永恒的生命 做铺路 去打算 所以 最次 讲 念佛 最好 念佛 最能够改变生命 念佛 是改变命运的 最好方法 那这个呢 我希望大家 宁够 相信 信秀 那你就真是 给钱 你的袋 更重要的 其实是 是吗 在钱的钱 只是有限 人世间的东西 那希望呢 大家明白 这一个 那 看看还有没有 其他问题 如果没有呢 看看还有没有 又是差时间了 因为 时间 已经差不多了 因为担着阻挤人家 如果有呢 就可以 搭一个 阻挤人家 有没有 没有 就是这样 是这样 时间就到了 其实 那时间到好 那我们 大家 请大家起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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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歌 好 好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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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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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好 青年多美多佛 暖在你身邊 快歸年 凝乏一親怨 此生總結後法 莫長寿 詞曲 李宗盛